第六个问题 据中国佛教史记载 今年因为福利3033年 3033年还是去年 今年应该是3034年 这为何现今佛教界 却都采取西洋说法 福利为2550年 若依此说 在佛出生时之间 比孔子还要晚 是否应该提倡恢复3033年 为公认福利 这个提问问得很好 我们中国自归来 就是当代 我说当代是30年前 我第一次到香港将军 虚云老和尚 云云法司 这些一辈老一辈的老和尚 还是用中国从前这个记载 就是3330年 用这个记载 可是全世界的 他都用西方人的说法 2500多年 我们中国人没做说法 在现在想了 中国人多 还是世界人多呢 现在是大多数人来表决 表决他们占多数 我们占少数 所以这个不重要 刚才讲了 时间不是真的 时间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怎么样说都可以 这个事情 它都有依据 在中国的时候 也有好多种说法 也都有经典做依据的 到底哪一个正确 哪个不正确 只有问释迦牟尼佛才晓得 问别人都不知道 那么这些东西不重要 重要是民心建信 重要是定会 不在这些东西